不要再過三千多岐 站在高雄地院階梯 唯一不看譜的張先生 就是七年前 在高雄哈囉市場停車場 遭兇嫌持鐵錘 重機身亡的退休女老師先生 她雙手握拳忍住悲痛 要唱出對死者的思念 流行兇嫌當初只因為 跟女友分手心情不佳 竟然就在酒後 昨地買完菜 正要離開的 誠信退休女老師下手 除了將人打到血流不止 還把人返走車內 並搜刮財物離開 泯滅人性的行為 從一審二審到更三審 五次都被判死刑 但司法制度 最高法院沒有駁回上訴 案件就只能不停上訴更審 也讓家屬一再受煎熬 張先生甚至一度走不出傷痛 就連其他家人也受到波及 全家人幾乎分崩離析 最後張先生決定走入人群 跑了人生第一場馬拉松 並開始寫作 把所有思念化作文字 還鼓勵女兒學習插畫 分享心情 才終於讓生活回到正軌 今年初 兇嫌第五度被判死刑 仍可上訴 雖然家屬氣憤無奈 但張先生決定跟女兒合作 一個用文字 一個用插畫 加上許多十者生前的美麗照片 集結出書 要用正面態度迎接新的生活 TVBS新聞李一邦何一信 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